现在已经是11点钟了 然后我刚刚到达了一个新地方 点亮一个新城市 这一块已经全部被我点亮了 3.5%才 哈喽大家好 巧克力今天是又跑夜路了 今天是走的高速 因为贵州到仁淮这边就是茅台镇 是需要6个小时的车程走国道 但是走高速只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我选择了跑高速 今天我没有选择到茅台镇 因为太晚了 我是在仁淮市的服务区停车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服务区上过夜 然后我发现这边还蛮热闹的 好多车呀 这边还有一些自驾的朋友 我们去看看 这边服务区不知道是在修建 还是被拆除了 然后这里呢是有一个洗手间 我觉得停高速服务区呢就是这些方便 洗手间和用水一点都不用愁 那在这外面一排呢 停了各种各样的大车 进站哪里 我可能进站的时候是需要10月份左右了吧 10月份左右了 你们现在是进站是吧 你们有进过有进过吗 没有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啊 小孩子也是都是一起吗 我们前面还有几个人 明天明天还有几个人 我们在约定在在一个地方集合 哦组队组队去 有没有想过高反那些呢 有了想过 我看我看到车后面一排氧气罐了 哈哈哈哈 哇你们这个装备实在是太霸气了 看一下这个 站棚 准备走多久啊 差不多 够肥吧 看大家 玩的心情的成功 出来多久了呢 刚出来 刚出来 今天第一天 今天第一天 我觉得算是一个缘分 因为我们就是第一天就开了900公里 第一天开了900公里 哇你们这太猛了 那你们这白天属于纯赶路了呀 晚上这么晚 明天早上还起得来吗 什么问题 明天六点六点就起来 我们还年轻 六点就起来 不我年轻人是平时睡懒觉的 上午是起不来的 哈哈哈 哎呦 这小朋友还在写作业 不是你们这么多人车上怎么睡呢 等一下还会打招呼 我那个车睡车上 你一个车睡几个人啊 四个人 车空间那么大吗 这个这个车吗 对 看一下看一下 大家的车 哦 这要睡四个人也有点挤吧 这要睡四个人 三个人的话还是能睡 嗯 只是每天搬东西搬上搬下的有点麻烦 嗯 对就每天都搬一下 哇这装备确实 哈哈哈 收入啊还是需要点时间啊 十二个人 对 三台车 你们就带一个帐篷 对啊 我们两台 他们也是睡四个人 我们不睡三个人 要不要借给你们一顶帐篷 哈哈哈 有帐篷我都有 这个我没带出来 我们也得喜欢挖户外的 嗯 我觉得这个这个帐篷带的实在是太霸气了 哈哈哈 这个是放谁车上的 放车上 收的话 这个收起来会很大不 收起来 8起8起 人家是帐篷那是不快下雨啊 对 有这个帐篷的话 就算下大暴雨 你们也能扛得住 然后的话 喝个茶呀吃吃饭啊 是 他们这里呢是有一个这样的围布 是沙网型的 然后 下大雨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围布 把整个帐篷全部给围起来 就不怕雨 真霸气 带大哥们参观一下我的车 热了 这样人多的话比较好玩 这位大哥还是马帮的 随时救援 是不是 哎大哥马帮的是不是随叫 在哪里随叫然后都可以帮忙的 对 可以 那我在那我人在贵州 然后叫马帮的能不能帮 你不能让我坐回去过来吗 哈哈哈 不我四川的 像他们这样一家出来 其乐融融的 我觉得也是挺让人羡慕的 好吧 我一个单身狗 我羡慕啥呢 那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然后这张卡 高速 在这里过夜 它会多加费吗 因为我第一次在高速上过夜 我不知道 不管了 明天就知道了 好吧 准备弄了睡觉了 晚安 又是愉快的一天 我也要回家 随便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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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